唉,我很緊張,我第一次講現正面 所以我把想說的東西都寫下了 現在是三個半字 我要用三個半字的時間講一些經歷給大家 我在2008年缺智 在2009年4月我受洗歸入基督 為何會是… 我現在都差不多五十歲了,四十九歲 為何會四十幾年來呢?都無縱於衷 幾年前又會有另一間大改變 但虎仔其實是很遠很長很長 因為時間關係所以一定會很適合 龍叔的說話就是由四年級開始 那四年級的時候,你真的不要不相信 就是三歲還是五十歲 其實小時候有些人都在這裡 我四年級的時候,我老師有一次 某一個食證表上面有一個評語 他就說,這個人很驕傲 那我就說,不是啦,我一點都不驕傲 其實認識我的人都覺得我可能很驕傲 但呢,原來呢,這個評語呢,其實很認識的 大家想想想,驕傲 其實不一定是說,真正周圍 因為我多聰明,我多聰明 那種樣子,其實不是的 有時不是的 但有時是甚麼呢,是一種… 即是,覺得我們不需要神 我自己甚麼都搞定 我拿得很緊的 那種其實都是一種驕傲 但這件事呢,就在我身上推現了 我呢,就是… 甚麼都要自己搞定的 那我就在… 我畢業之後呢,就… 二十幾歲,就… 二十二歲,就開始做廣告了 那二十二、三歲… 四… 大概是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我就… 都… 都升職了…升職了… 升職了… 那… 那時候呢,覺得… 嘩… 不好電啊 現在都升職了… 好像不好電啊 於是便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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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JACIN employ Depby Pong, 老前輩 有一次我跟她去同僚 黃金海岸, 由中華到派古城 到黃金海岸 那輛車都挺長的 Depby是一個紀錄圖 我當時是RXALEMX 我在的士上很多不少都扯上去 你們的紀錄圖 他們說, 拜託你們啦 你相信那樣東西 不如我們實習一點 相信自己, 自己在那裡 那個神在哪裏 不知道在哪裏 那輛車, 我很記得 那輛車在那個 青山峰路那裏 不是不走沿河路 不是不走沿河路 不是走青山峰路 很靚的那輛車 就跟她說這些東西 就是說, 你不要相信她的神 那, 其實這種一個QO 其實, 這樣是不是代表自己好點呢 其實, 其實不是 QO在那裏面, 覺得自己好點 那裏面, 其實是好不安 因為你不安, 所以你不安 因為你不安 所以你不安 你不安 那, 其實 這件事其實都不是一個什麼秘密 大家做廣告人都知道 我們一定有一個 先天的, 先天的本質 我們是很不安 我們廣告人很不安 為什麼呢? 因為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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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過那些招 你不知道是否可以 那客人是否認識 那客人是否認識 你不認識 是嗎? 很多事你都不知道 今晚我都開了幾天 你都不知道 所以, 這件事就是 即, 我告訴你 我驕傲的背後 是很不安的 其中一件事 因為我做廣告人 令我很不安 因為我不知道 我是 幾時會出到竅 幾時會賣到竅 幾時會 複席都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很不安 另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的家庭背景 其實我和大家有些不同 我呢 就是阻止人 其實我和這個社會 是很不合的 格格不入的 叫做 不過你不知道什麼 是阻止的 就是那些 穿著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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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不考回考 不考回考 我在 我們學校 之前的師兄寫血書 就說我們不參加學校 血書 挺嚴重 所以我告訴你 我是和這個世界不同的 所以這件事 都加深了很不安 再加上 這個你沒有說了 沒有時間 好了 跟著就是 支持這個 就是我 我又 一方面很不安 一方面很驕傲 那怎樣可以撐到過去呢 就是很掌握 那時候 做事 進來 廣告圈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受到編故 我也升得很快 其實很短時間下去 那我就靠這件事 就說我幾點 但是這件事 沒有表現的人 就是自己不跟自己說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就炒樓了 從事也是炒樓的 因為賺到錢 我就炒樓了 那錢 就是那些樓又升得很好 那我就覺得 很厲害 有事業 又有錢 又有樓 又有錢 那這件事 就是撐住我 一方面撐住我 很驕傲 另一方面 也撐住我 那種不安 是 好了 那我就是 現在我回顧班 其實就是 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表現呢 其實我覺得 跟很多香港人都一樣 原來我們 有時候的愛心 是一種 一種空洞 在那裡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覺 你自己 我 我 或者我 不要嚇你們 我 那時候 就說自己的樓 幾大 幾大 七百多呎 大 有時候 晚上睡不著 就坐去聽到 我 看到 這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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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麼時候會離 我移去的 我就很擔心 其實 因為 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知道 日常人 在這個世界上 做什麼事情 有一種 就是有一種 空洞的感覺 就是我經常覺得 內心很空 隨時都會 內爆 就是 含了一個裡面 的 就是頂不住 因為有壓力的時候 就頂不住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會做什麼 有什麼事 做的 是吧 我們之後 會去哪裡 我們 努力賺錢 做什麼 就是 歌仔 唱 陳奕訊 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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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 為何會高興 是吧 我不會去初遲 是有這個 就是 你忘記了 你在這裡做 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忘記了 有時候 記得的時候 就是 我在這裡做 這樣的狀態 我跟香港 很多人一樣 是抵受不了壓力的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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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好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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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拆下来,98年,你的楼怎么办呢? 接着还有,98年是什么,即是金融公布呢? 我还没想过广播界那么好景, 我们那时加新一年,可以加20%的肯定, 跳一跳槽,差不多一倍的,雙倍人工。 在讲好景的时候,1998年,竟然有了BBDU, 这边是Ed Krishton的成立,那一年,他就说, 喂,我们换数不行,要减薪金和财源, 我们那时是ECD,不是CEO,是ECD, 都很害怕的,那这件事是第二个打击, 喂,你说你换薪金怎样,减薪财源, 你说你换薪金怎样,今天恐怖, 被判死尽,一决不振,那时心情很低落, 即是低落到,我不知道为何, 那时Vincent,Vincent和Elman, 他们不知谁出的主意,就送了一本圣经给我, 他送了一本圣经,可能看到我自己反圣经, 那时不知道为何是小圣经, 可能我经常在喊醒叛利, 可能是低落到一本圣经, 所以就送了一本圣经给我, 那时我是负资产的, 其实就不是负资产, 其实就计算了所有的东西, 就凌鸡蛋, 刚刚就是打个王, 给到负资产, 但那时我看不到, 就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觉得世界很宽冷, 那我儿子出生, 1996年出生,1998年, 因为是喜欢这些东西, 我打算追第二个都不能追, 那时候就, 就好像《屎一家》那一部电影, 屎一家的怪兽很开心, 可能是生了个儿子, 直到他就觉得, 咦,我为什么把这些时间给了家庭呢, 我和他想法一样, 为什么, 我应该出去赚钱, 我应该要很开心, 享受我的生活, 为什么有个儿子在那里, 我那时就这样想法, 那时候, 另外就是, 我觉得我太太, 就是一个, 就是很麻烦, 很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常常怀着我, 她就是, 我儿子又不抽, 她自己的份工, 又赚不到多少钱呢, 又负责一些时间后, 为什么要支持我, 我赚钱最多呢, 那时候的谈计法就是这样, 就是看不到, 家里的好处, 家里的可爱地方, 就是觉得, 我心里的那个, 他好像, 这世界像这个一样, 好像这一开始, 像被遮住眼睛那样, 因为, 因为那个压力打击太多, 一旦打下来, 你是说, 不是很麻烦的, 你看不到所有, 就是看不到所有的事情, 我看過世界是扭曲了,變了一些好的東西看不到 兒子很好,老婆很好,看不到 那時候他們送了一本聖經給我,我又覺得 你這群有什麼意思呢? 有不懂 當然是,1998年發生這些事,去到2003年就是谷底,經濟 但去到2008年就更糟糕些,我太太討斷了一個搶牙第四 即是末期搶牙,嘩,那一事真的不是人可以承受到 那天我還跑完步,照樣是我們那些驕傲的人 跑步、跑步、爭取得很好成績 其實都頗好不說了,免得再驕傲 那我就跑完步,然後接我到房間,當然是禮行檢查 那我就心之不妙了,又再看一看,他照出來的照片 裡面是腸裡面有些出血,我想 即是覺得心都涼了一段 後來呢,醫生還叫他照這個磁力局 只是這個CT,照上肝,因為他的肝,肝效素比較高了些 照回來之後呢,我們等了一整天了 應該我上午去到,他下午的報告才出來 在這段期間呢,我們都會懶懶 大家都不敢跟大家說些什麼說話 直到報告出來之後呢,醫生跟我們說 都是腸癌,腸癌面的擴散到肝 他也指給我看,這個肝就是左肝右肝 裡面的黑點代表是有腫瘤的 一看,整個肝是密密麻麻的 都是腫瘤來的 我當下呢,覺得好像 這個世界好像很遙遠,很靜 聽那個聲音好像是很軟 回家那一程,大家都沒有什麼怎麼說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有什麼對策 於是兒子也不知道,工人也不知道 我們就假裝沒什麼,吃了一頓飯 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太太就哭了 哭完之後,因為太累了,可能先去睡覺 他就睡了,我自己就在床上輾轉反側 我在想,之前這麼努力,這麼拼搏 計劃了這麼多事情 那怎樣呢,怎麼可以怎樣呢 原來都不是自己可以掌握到的 其實,隔離身邊的太太,她是呼吸 我聽到她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有呼吸 那我就想,這個呼吸會不會很快就沒有呢 生命會不會很快就過去呢 我們之前這樣形容逆逆逆逆逆逆逆 做什麼呢 其實呢,聖經也有說的 其實,針言入面,十六章第九節 它就說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人呢,籌算自己的腳步呢,的道路呢 其實都是多餘的 如果不是耶和華的指示呢 其實我來的所有計劃都是徒然的 那麼,我當晚就… 即是有個想法 有個想法就是 我都是無力經營了 我都是把我的主權交出來給你 不如你來接管吧 那…就是這樣想法的時候呢 其實呢,那個心是鬆了 鬆了很多啊 簡直是… 原來是不需要理的 這件事交出給天賦 那不用拿實的時候呢 負擔是… 真的輕了很多 於是乎我就可以睡覺了 但當晚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其實你又要說回鋪牌呢 原來其實主的鋪牌很奇怪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的 兩三個月之前呢 我有…就…有兩件事呢 是令到我呢 我覺得是… 當晚我說 為什麼可以交出主權給主呢 就是因為這兩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 阿通尼王呢 我和他之前搞生意 那後來他離開了 其實都有一年多兩年沒有見面 但是現在呢 又和他見面了 那麼他又… recommend我看一些鄰修的書 那當時呢 就… 他又介紹了一些書給我看 那我一口氣就看完了 對於這個靈性 神 我當時有少少的認識 再奇怪的就是在這件事發生前的半年左右 有一次坐的士 由中環去江德道 的士司機是一個潮州人 因為他有潮州口音 在他那一輛的士裡 他竟然和我傳道 十五分鐘內 說了很多耶穌的事 但最奇怪的是他說他的太太是癌症末期 在這段時間他也是信了主 耶穌說要撇下一切來跟隨他 他說他照樣做 他說為何他的聲音會殺光 我聽他的聲音會殺光 他說每一個上來的乘客 都會把耶穌的道傳給他 說給他知道耶穌的事 當然他後來太太就沒事了 真的出了醫院 好似整件事都是一個預告 所以在2008年我太太病的時候 我有這樣的意識 就是不如我把主權交出去給主 那時候突然間就會鬆弛了 整個人安樂了 因為那些事不需要理會 那些麻煩的事不需要理會 就交給主 這樣就很安然地睡覺了 沒多久呢 因為都要展開醫療程序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主要有一個大領 舉其中一件事就是我選醫生的過程 因為當初有病的時候 你其實不知道香港的醫療制度 或者分門別類是很複雜的 你都不知道哪一個打哪一個 什麼叫外科 外科其實是做手術 還是真的不做手術的呢 中樓科和外科的關係是什麼 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因為病的時候 朋友是從四方八面來 就給了很多推薦 這個醫生好 那個醫生好 我們儘管都是寫低了 其實我們是沒有能力去選擇 其實誰好一點 誰不好不知道 心裡面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瑪麗醫院的肝臟的手術 做得最好的 我們一心都是打算去馬黎醫院那裡醫的 那個黎醫生 就是黎醫生 檢查出我太太有病的醫生 他都準備好推薦信 其實就是 我們說要找馬黎醫生 他說 好吧 我就寫推薦信給你 亦都約好了 明天去拿 但今晚的時候 有兩班朋友 分別在不同的時間 叫我太太 分別兩班朋友都說 你這個醫生有沒有找 有沒有看他 他有一個很好的醫生 他姓陳的 那麼 蓋下了他的電話 沒多久 另一班朋友是不認識的 之間沒有溝通的 又是說這個陳醫生是好的 那麼我就想 咦 兩個人不同 會不會是有些東西 所以就寫下他的名字 第二天 就去到黎醫生那裡 想著拿一封信 他推薦馬黎醫院一個外籍的醫生 我想外籍醫生的言語溝通不太好 可能會影響醫療的進展 於是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 我有個 兩批朋友都介紹了一個 叫陳醫生 叫陳子堂醫生 來給我們 那他一聽 陳醫生 他說 我之前給你的recommendation 那些醫療方案 其實都是抗收了陳醫生 告訴你 連這個黎醫生都是第三方 指去陳子堂醫生 那我覺得 這個一定是神的意思 一定要我們去找這個陳醫生 那當下他就立即打電話 找陳醫生 而陳醫生就約了我們 第二天已經在見面了 而那個醫療程序 他就在七天之後就已經開始了 陳醫生是一個 我們聽完他的醫療方案之後 我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他的信心 我只覺得是他 是這個醫生 一定幫到我們 他是一個 不是一個出名的醫生 他不是教授級的 但是他說話是很大聲的 很樂觀的 我們在他的診所外 已經聽到他和病人的說話 聽起來他是給我們很有信心的 那麼 那麼醫療方案落實了之後 就我們回教會 開始日朋友帶我們回教會 而在差不多同一時間 Vincent Vincent 在上海來到香港做事 他有一天給我一個 text message 給我 就說 可不可以來探探我們 那我當然是歡迎他去探探 是嗎 那麼 他來到 就跟我們 就是 了解我們那個情況如何 聊了一會兒 後來他拿了一本聖經出來 就想和我們查一下經 他問我們 你家裡有沒有聖經 因為三個人一起看一本聖經 不是很方便的 他問我們有沒有聖經 那麼 我老婆就說 不是說我老婆說 我們不是信主的人 應該沒有聖經的 那我就想 咦不是的 好像有一本 就在書架裡面 這樣 撿書架的時候 那我查了一會兒 就在裡面 拿了一本聖經出來 那本聖經我看 一打開看 咦 原來是Vincent Almond他們 在十年前送給我 已經 這本聖經 放在書架裡 一直都沒有用過 掀都沒有見過 那麼 原來在這個時刻 就出現了 主原來十年前 都已經預備了一本聖經給我 還有 還有 除了這本聖經 在書架裡面 沒有用過 於是乎我們三個人 三本聖經 就查了一些聖經 然後就在Vincent 帶領之後 我們就決製信主 一路信主之後 醫療的過程 都是步步遺形的 每一個步驟 如果一顆磨絲鬆了 就玩完了 醫療 醫治 但後來都是 教主 我們一關一關 都過 一關一關 都過 醫療的過程 在八個月的時間 然後 先 設了油管 然後 他 很複雜 我想 這個過程 總之 就是 很難的事 大家現在還在 很健康 很大聲地說話 很煩 他這樣煩我 我就很開心 因為他可以煩我 他可以煩我 真的很開心 我沒有什麼所吸引 我覺得 他煩我 就是上海的恩賜 那 那 今天的警方是怎樣 我想說少少 就是 我今天 我們相信 就是 就是 這個主人 很偉大 這個世界這麼大 所以 這個東西這麼漂亮 誰做的 我相信 有一個主人 這個主人很偉大的 但他也是很微細的 因為他 是照顧著我們每一個人 他說我們每一個情人 頭髮都送出來 我相信 這個人 就是 我很感謝他 另外 就是 我相信 主人 因為聖經裡 說 天上的飛 也有不中 也有不修 他也尚請 這個 麻雀學 這樣 於是 我相信 這個功能 我很不擔心 另外 就是 反而 你要為貨財 而擔心 是一件很蠢的事 聖經裡有一個故事 不知道你們聽過 就說 有個財主佬 就說 那些錢那麼多 怎麼搞 今晚海 就是拆了舊貨倉 再建一間新的貨倉 誰知道 來上帝在上面說 你無知的人 今夜 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意為 誰 為自己精裁 在神業面前 是不腐足的 我明白這件事 就是 不需要為你擔心 擔心 擔心 很蠢的事 另外 亦都很苦一掌 太太 好像我這樣說 亦都很欣賞我兒子 還有 我現在 戒了星期日的工作 安息日 所以 我很感謝上帝 給了你 大學的文工 最後 還有幾句 就是 我以前說錯話 你真是不送的 文質紛紛 我從TVB那裏學回來 真的解了幾點 我現在已經戒絕了錯話 因為 著聖經說 污衛的言語 一句 放我出口 只要隨時 尊重就人的好 要聽日見的人 得益處 我對很信任 我找到永生的盼望 也相信 永生 其實是由 人開始 不是說聖的才是開始的 不是說聖的才是開始的 今天才是開始的 只要信恩 就是我開始的 最後 我便找到人生的目的了 人生的目的 原來應該是世界上的目的 不是好像一般空洞 目的是甚麼 就是 我講出來 人家很老套 就是 我經過這麼多事情 總結出 一件事 就是 愛 嘩 她說你這麼老套 原來真的 越老套 是原來越是真理 就是 很多人生 我們就是 要貢獻自己 事主為 是 因為 諸耶穌說過 因為 凡惡自己的生命 必喪掉生命 凡惡我喪掉生命 必得罪掉生命 這件事 就是 以前 都被掏了 和你都見面 現在我來 就是 你這麼著感自己的生命 就是沒有用自己的生命 你是 開過去相認 你的生命才會有 好 而最後 很感謝 主要的機會 在這裏給我一個機會使用 就是 將我的電話給大家聽